问题是这样,这个应该OK啦,这个是我原来的写法 也就是说那个逻辑是这样,就是说 他如果是大于5% 而且是小于负的5% 那这两个是算不标准 中间是标准 那可是他写另外一种方法也不错啦,就是说可以换别的 他说为什么这个跑出来的 不行 噢,他的方向不对啊,我现在的方向是这样 他现在说法是 这样子,小于 追是如果小于 5% 或者是 大于,应该超过了,这个也超过了 那这个是标准 反之不标准 那出来结果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全部都标准 为什么 因为上面跟下面全部都包过了 那绝对不会有不标准的 那为什么不行呢 道理很简单 逻辑错误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M的就好了 什么意思喔 我修给各位看喔 把图重画一下 他如果这个地方有没有 要小于 负百之五 而且 而且要 你这个地方不能超过 这个不能超过 大概就到他这里 到他这里 那上面的这两块 是不标准 中间这一块 是标准 对 所以只要把这个 偶尔改成AND 答案就出来了 OK应该 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画一下图 大家就知道了 那实际上 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今天 切到这边 如果你用刚刚的逻辑 偶尔的话 一定是全部都标准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地方 改成AND AND 这样的话呢 打勾啦 结果中间这一块 是标准 其他就是不标准 诶 答案就正确 OK 所以如果刚刚 那不错啦 如果你不要 偶尔的话 你也可以用AND 把它做出来 所以这个是逻辑的问题 一般工作上我想 应该遇到的机会 也非常的多 这第1个 就是有关那个 换个逻辑方式来做 那当然 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 除了你可以再把它启动起来 启动表单之后的话 刚刚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启动表单之后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输入你的身份字号 姓名 生日 户籍地 新增 自动会新增一笔到下面 我想这个应该没问题啦 跟前面 我想类似 那 可能延伸性 会有同学会问几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这边的话 就是 后来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像这边的资料 里面呢 我只需要留下 不标准的 标准的部分我要留下 那该怎么做呢 以往的做法 当然就是选起来标准 选起来标准 然后按怎么删除 删除 删除列吧 也许这样 这边怎么 Ctrl键要按住 按右键 删除 把那些列删掉 可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呢 如果你的资料量 不是这么少 而是几千笔 几万笔 里面有标准有不标准 那怎么办 那你想说 老师那没关系 我可以用什么 排序 我排序你可能又要又什么 排过来 然后最后要按照什么排序 可能会顺序乱掉 那如果说你今天不希望说 你删除完 那顺序要重排的话 你要不然就是用什么 用筛选 筛选其实也可以 但是筛选可能有个问题 可能删会删到不应该删的东西 这个我想你可以试试看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如果用什么VBA 最好是什么 我按个按键 它自动帮我把什么 如果它这个里面是标准的删掉 留下不标 为什么 因为可能这个是健身中心嘛 那它的客户来源呢 应该它已经标准了 它干嘛还会来呢 不会有可能 那意思说 已经看你很瘦了 你还跟我讲 好像还是很胖 对 已经瘦成这样子 还觉得自己很胖 这种人还蛮多的 我觉得我该减肥了 你减肥那我怎么办 对不对 不过主要的啦 还是当然最大宗还是那种 一定是过胖的 或者过瘦的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需要 做一个动作 有没有什么方式 你按按键 它可以把标准的全部删掉 留下不标准的 那这个当然我们会需要 做了解 又多一个物件 就是列的物件 列的物件就叫什么 Rowse Row 加S 为什么 因为列是复述 Rowse 后面刮胡 给它哪一列 加一个 它的一个方法 叫做删除 点Delete 如果你某一列要删除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哪一列 Rowse 比如说第几列 第九列 你要删除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用 Rowse 刮胡9 点Delete 就可以删掉 可是问题 你不止删一列 那你要怎么用什么方法 可以一下子全部 帮你把你要删的那一列 如果条件是什么的时候删掉 这个答案很简单 大概就是五行左右 可以把这个完成 那怎么做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你们可以 之前有同学说 可以把它排序 还有同学说 另外一个方法怎么样 可以这样的 就是说 可以这边是 用1或0 然后在 好像也不是很好的方法 那最好是如果用VBA好了 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怎么样把不要的地方删除 不过特别注意 请各位练习之前 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你用VBA删除的话 他没有 办法用Ctrl Z复原 所以不可逆的 那怎么办 只好 多复制一个工作表 那怎么复制工作表最快 拖拉 按Ctrl鍵 放开 就复制 好像会是最快的 但你也可以按右键 然后这边有什么 移动或复制 然后再建立副本 然后再选 再移动到最后吧 按确定 不过我觉得这样好麻烦 按如果要放 按Ctrl鍵 放开 就复制 复制一个 再来的话呢 我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那个程式 写出来 我demo一下 给你看 标准不标准 对 如果说 当然这个资料量不多 感觉不出来 很厉害 可是我质量多的话 真的很厉害 按下去 全部删掉了 剩下标准 OK 那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我刚刚讲过 因为它不可逆 所以 一定要记得怎么样 先备份一个 否则的话 你做完一个之后 你就over了 你就没有了 OK 因为没有标准的 跑也跑不完 跑不出来了 OK 第1个呢 我们需要了解 一个叫Rose的物件 那你要怎么知道 Rose物件 怎么做 OK 那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Rose物件 如果你要了解Rose物件 以后有个方法 在那个 检视里面 有一个叫做 即时运算视窗 那所谓即时运算视窗 就是如果有一些物件 你不会使用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打指令 直接按Enter 这有点像以前Dose下面那个东西 不过 这个 它的方便就是说 你如果今天希望 使用什么 比如我今天希望删掉哪一列 删掉那个 标准这一列 这一列是第九列好了 假设我今天 需要删除这个 这一列 这一列移过来的话 应该是第九列 对 假如说我今天需要删掉这一列 那在那个 VBA里面怎么表示呢 我刚讲过 Rose 所以你打一个ROW DW 那在VBA里面 他没有区分大小写 所以你打小写 大写都没关系 刮胡 他会问你说 哪一列啊 那我要删的是第九列 刮胡 应该没有人不会听这个Delete OK 好 那 他就是所谓的一个方法 你按Enter会怎么样 他就会帮你把第九列给删掉 有没有看到 第九列不见了 有没有 第九列不见了 但是你想说 老师没有啊 第九列还在 原因是因为 第十列跑到第九列了 OK 所以 会产生一个问题 删除 你如果从上面删下来 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 下面那会往上跑 那就会怎么样 永远删不完了 因为他乱跑嘛 所以变成说你那个 那个列的那个位置 可能要自己再去加一或减一啦 麻烦 所以以后 我建议各位 如果你要删除 无论是删除列 删除蓝 删除工作表 请你记住一个原则 倒过来删 就解决了 从下面删回去吗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上面跑下来 对那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那个 你的顺序 颠倒 特别注意 回圈可以颠倒 可以 I 也许 刚刚是 4到12 对不对 现在是4到12 你颠倒嘛 12到4 但是记住啊 后面要多一个关键字 叫step -1 负1的意思是颠倒过来 多一个step 多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呢 要撰写刚刚讲的这个东西的话 第1个 请记住 我这边的话呢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叫做 增减体重删除 底线 反向 用相反的 特别注意 那反向的部分的话 我的顺序是从 第 最下面这个 第12个好了 因为已经删掉一个 到第4个 后面加一个step-1 特别注意啊 这个 一定要写 如果你没写的话 它就是表示正向的 而且是step 预设是step-1 所以 预设如果是step-1 那你就不用写 可是如果你要step-2 step-3 当然你可以啦 step-1是说中间间隔几个 OK 那如果你要相反的话呢 那就用负的 负1 那我们就颠倒过来了 12到4 那接下来的话 3什么东西呢 3 如果它的那个 第几哪一栏 K栏里面的 值 如果是标准的话 那就帮我把这一列给删掉 叙述怎么叙述 特别注意喔 if K栏里面的值 如果是标准的话 then 就把这一列 因为我现在跑哪一列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这个条件 为真的话 那就把这一列 我不知道哪一列 但是我知道 现在跑的是 第i列 所以把那个第i列 怎么样呢 把它删掉 有没有 OK 那也就是说如果它是不标准的话 它就不会进到这边把它删掉 标准的话才会啦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把它跑过给各位看 理论上是这样的 就是 我直接执行 不过太快了 我就直接 用F8 F8就是让它组航跑 它就会先跑第12列 第12列是不是标准 是嘛 所以它会先把它 进到这里面来 然后把第12列 因为i现在等于第12 第12 所以把第12列删掉 这个时候的话呢 12列删掉了 但是不影响 它下面 本来就不见了 再来的话怎么样呢 再来就是 往下 继续往下跑 然后呢 接着就是说 它会一直 这个把它直接到置心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一直往下跑 那跑完之后的话 就 不会影响 那个 其他的那个 其他的列 那跑完之后的话 就会留下 只有不标准的部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 各位可以试试看 主要是 如果你今天需要 快速的删除 某些列 包括标准的部分 记得先把它复制一个 先按按键键 复制一下 OK 那另外延伸的那个练习 刚好 我刚提过就是说 如果有 这边有个范例 就是在那个哪里呢 在我们云端上面 我这边有放一个云端白板 里面有个其他补充范例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 像我学生会一直重复迁道 那怎么办 在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有一个入门 入门里面 有一道题目 如果可能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可以试试看 学习签道部 这个学习签道部 是我用那个Google云端表单 里面让同学签道 但是呢 他有个麻烦点 就是他没有办法说 如果有重复签道 他没有办法说 帮我限制 所以怎么办呢 这里面就会产生 一些问题 就是有重复 签道的问题 那所谓重复签道就是 同一个时间里面 他有重复的资料 我希望把它删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像 这个就是的 这个人呢 他重复签了 重复签了两个 然后 就往下找 这个 当然你如果这样看 你真的会看到昏倒 因为太多了 这里面有没有重复了 一定有 有没有 那如果有的话 帮我删掉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如果你用VBA 假设你今天 要利用VBA 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你会发现 这总共有多少列 Ctrl向下 这个我只有放一部分 300多而已 可是如果你用人工来做 看你恐怕会做到昏倒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 就用刚刚的方法 OK 这里的话如果兴趣同学 可以想想看 怎么解决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刚刚主要 第一个 你可以先在那个 VBA里面有个检释 叫做 及时运算式窗 这边可以直接打 你要删除哪一列 这边有个Rose 第几列可以把它删掉 第2个是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把标准的部分删掉 留下不标准的话 那一样要写一个反续回圈 那这个程式码 我一样有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你们找一下在 一样是在增减体重百分比的下方 这边有一个叫 增减体重删除 底线反向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